它不是九戒凡圣 就是六凡三圣所知 我们称十法戒 十法戒就是佛 菩萨 生文元节 加上六道 所以这个三圣 就是生文元节菩萨 叫做三圣 六凡呢 就是天人第一二鬼畜生 所以已非九法戒的凡圣 就是六凡三圣所知 所以称为秘密 详言之 即如来的生与义三叶 皆是秘密不可思议 如来生清净 义清净 义清净 那我们现在呢 身体要做好事 嘴巴呢 要讲好话 义呢 要发好心 这样就算不错的人了 没有办法 像如来生与义三叶 都是清净 皆是秘密不可思议 所以称为如来的三密 也就是生密 与密 如来以自助 自助就是自内政 如来以自内政 自助的境界 身与义的三密 教授菩萨 来教导 因为没有内政 你怎么教导菩萨呢 我今天如果没误 能讲嫩眼睛吗 这个可以随随便便 你就上台照本仙科吗 那助解助错了 你知道吗 是不是 所以要讲这个嫩眼睛 还得先有相当的心性的体悟 才有办法 否则你说不上来 教授菩萨 以及大根的众生 诸位在座 诸位坐下来 就是大根的众生 要不然怎么会坐得下来 早就什么恒春 春天 寒 摇头丸 所以这个要讲到今天 这几天一直在报告新闻 大家要小心一点 为了美 但是健康还是很重要 健康一定很重要 不能只有搞外表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身心要平衡 神要健康 心灵更要健康 所以自己要衡量 以下 这教授菩萨及大根的众生 菩萨及众生 依教心修此三密 即得至于八世中 熏得三密的气氛 就是生密与密 异密的气氛 于外则能 感的如来 以本应 微神之力 三密加持行者 内外皆甚 内甚 外甚 诸位 内就是情因缘 外就是真上缘 是不是 自己肯修行 外有佛菩萨 加倍 那力道就大了 如果自己不肯修行 只有佛菩萨 外面一直加倍 有用吗 行不通的 就是内外 圣因圣云合合 所以修行是看自己的 不是看佛菩萨的 没有一个人懒惰 就是躺在床铺上 一天到晚 休息睡觉 好吃难做就可以大测 大悟的 不可能的 不经一番寒测谷 腌得没法铺皮箱 是不是 一定要吃尽虎头 才恍然大悟 踏破铁蟹 污蔑柱 得来钱不会功夫 没有下过一番十功夫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佛性是什么 所以要吃苦 内外圣因圣云合合 事故 速得 生起菩提道种 你们现在就是 速起菩提道种 所以下冰包 下大雪 都要来 都要来 除非你有特殊的日子 比如说嫁女儿 儿子讨媳妇 或者是你家有人死掉 请假 或者是公司行号 有紧急状况 是不是 那没办法来 要不然的话 最好不要窃席 乃至勋转八世 断二生善 这个勋转八世 就是转世称治 统统把笔放下来 现在就夹到切入 难解的地方 现在问啊 所谓转世称治 是什么意思 诸位 转世称治 是什么意思 哦 就是转自作心 分别心 为智慧心 好 你现在讲 师父问你 转世称治 那么大悟的人 有没有掩饰 有没有耳饰 有没有鼻饰 有没有身饰 转世称治 这个是已经转掉了 已经成为智慧了 那么大策大悟的人 有没有掩饰呢 大策大悟的人 一样有掩饰 重点不在掩饰 耳饰 鼻饰 舌饰 身饰 重点在后面 重点在哪里呢 大悟的人 转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是中性的名词 大悟的人 转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治 转第七意识 为平等性治 转第八意识 为大远禁治 成佛以后 转前面五识 叫做成所作治 现在问题来了 那么既然有掩饰 那么为什么叫做 转世成治 那到底掩饰是治 还是治呢 我现在问这个问题 是所有法师和比丘 比丘尼三百个在家祭司 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的 一个都没有 好 那如果转世成治以后 没有掩饰 那佛怎么看东西呢 掩饰存在 那佛陀耳朵能听吗 绝对能闻 大悟以后 佛陀的鼻子 能够嗅香臭吗 当然可以 否则怎么能够 分辨香臭呢 就是佛陀 也吃饭 又尝这个味道 有舍饰啊 所以我们要了解 饰是工具 问题不在饰 问题在心 迷跟悟 心迷了 迷了 所有的问题都出来 迷了 第八一识 变成阿赖也识 第七一识 变成摸罗识 叫做燃油我 强烈的执着一个我 我法二指 第六一识 叫做分别识识 分别心的分别 事项的识 意识的识 分别识识 对外分别的 或者叫做五计起识 跟着五识同时起来的 现在讲染污的 现在讲染污的 好 前五识 看其实本来没有什么 它就是分别 加上染污就不得了了 看什么就执着什么 看什么就分别什么 问题在第六一识 第七识 第八一识 问题不是在前五识 问题在这个后面 现在讲迷了 迷了以后 看什么就是分别 第六一识 看什么 听到什么就是执着 晚上睡觉做梦 第八一识 前六识 不起作用 八识的种子 引现起来 记忆引现起来 就开始做梦 捡到钱 跑给人家追 去爬山 跟人家大生 有的人梦到佛 李佛 那个我像没办法破 像也不必破 是破那个剑 知见的见 但破一直 不是要你破这个像 像本来就空 不需要破 花就是花 桌子就是桌子 电灯就是电灯 但破其见 不破其像 言其事实 同时不加注见 那么就入佛 的清净心 好了 前五识 言而逼舍 身 后面支配的是 第六一识 染污的时候 就分别是 那么 摩罗是 阿赖也是 好 现在转过来 是大悟的时候 大悟的时候 前五识 后面 支持的第六一识 就是妙观察 佛陀善于观察 众生的根性 第七一识 转成平等性质 是四法平等 无有高下 佛陀对待 每一个众生 都是如此的慈悲 如此的喜舍 转第八一识 为大元净治 佛陀圆满 所以佛陀 每一个细胞 DNA都会放光 每一个细胞 我们细胞里面 有DNA DNA里面 有少许的部分 叫做基因 叫做基因 不是所有的DNA 通通叫做基因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所有的基因 是一点点 微小微小的 那么这个DNA 它是个排列组合 所以佛因为 能够降服 能够降服这个身 心 这个身 不杀到营 完全清净 不起贪嗔痴 它这个磁场 完全能够控制 身心能大放光明 凡夫没办法了 凡夫没办法了 好 那么现在就 就来理解一下了 现在开始要了解说 为什么讲 姓氏周遍法界 为什么这样讲 姓氏周遍法界 为什么这样讲 意思就是说 所以你投胎之处 转世之处 其实清净自信 本来就存在 他方世界 只要业力相应 你就会投胎转世 清净自信 就跟在那边显现 好 那么大悟的人 这个是存在 那么它的功能 它的关系是什么 注意听 这个就是关键 大悟的人 眼见一切像 不声不灭的 清净自信 就显现 了悟一切法 都是虚万不实的东西 这一切像 同时不执着 是就是信 方便说有二 其实是一 眼是 同时就是见信 耳闻一切身 信流流不动 耳是显现 清净自信 就显现 所以禅宗里面讲 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就是这个道理 你现在不要卡在一个观念 说眼是耳是 鼻是舌是 深是意是 不重点 不在这里 重点在清净心 和染污心 清净心 通通转 记得 也没有东西可以转 转世成智 不是说 转染污 成清净 诸位 这个是方便说 染污自信本空 叫做达望本空 知真本有 没有东西转来转去的 东西转来转去 不是如来藏性 如来藏性 没有转东转西的 转南转北的 清净自信 本质不生 本来不灭 本来不出 也不入 哪里有转东转西的 哪里有转世成智 是达望本空 知真本有 意思就是说 了解达望本空 了解这个望是 本来就空 撒那生命的分别 和知足 其实不存在 而我们妄动 以为它是真实 拼命地追求 所以我们清净自信 没有办法显现 将转染 无为清净 使方便说